中秋节前夕京城发生一起驾驶分心冲撞事故 不但擦撞对象汽车 还暴冲人行道上四辆机车 机车犹如保龄球般被撞击全道 其中还有一辆事故前一天才刚签的新车 让车主直呼倒霉 而事发原因竟是因车主驾驶分心所致 梯子路口肇事车辆才刚左转 就跨越车道擦撞对象来车 紧接着驾驶疑似慌张猛踩油门 车辆直接爆冲撞非四辆机车 整辆车卡在骑楼阶梯上才停下 现场只见遭撞四辆机车全道 车壳零件散落一地 让莫名遭撞的汽车驾驶及机车骑士 都直呼很倒霉 你说怎么会发生这个状况 我们就停在这边 他可能车子差状 我看你的车好像全新的 对刚买的 连骑都还没骑的 才迁回来而已 会不会觉得很倒霉 当晚觉得倒霉 现在的话 有说要怎么赔偿吗 就换新的 就换新的 我们不玩可以别 所以它车车就换青鞋 它车车就换新的 kotager 然后车出来 所以你是在执行吗 所以你是要执行的话 对吧 我不是 根據了解 招式鴻信駕駛行金金城北堤路左轉後 以四分心減食掉落物品 車輛因而失控跨越雙黃線擦撞對向汽車 後再暴衝撞導人行道上停車隔上四輛機車 整起意外所幸警對向汽車兩名乘客受輕傷 其餘警才算 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金城鎮環島溪路一段以扁堤路口 在今天16號早上11點30分左右 發生起兩輛自腳客車 以四輛普通重型機車插窗的交通事故 那鴻信男子駕駛自腳客車 沿著扁堤路左轉環島溪路一段方向行駛時 於左轉後行駛環島溪路 疑似減時掉落的物品失控 衝撞對向由蔡信男子所駕駛 沿著環島溪路行駛的自腳客車 那鴻籃碰撞後在衝撞路邊停泡一輪行道的停車格上面的四輛普通重型機車 事故遭造成車輛損壞 蔡信男子所負載兩位女性乘客也受有輕傷 那鴻信分局現場隊雙方駕駛實施酒釋 逐步排除酒後駕車行為 至於詳細的造成原因由本分局離行當中 鴻信駕駛對於自己分心所闖的貨院負起車損賠償責任 但警方呼籲駕駛人行車時切勿分心 避免因一時疏忽釀成不可挽回的後果